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 想想啦 如果你现在没了呢 人没了呢 还有什么可以了不起的啦 人家的事情都小事情啊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大的 一个生一个死啊 你没死了 你什么大事了 听懂了吗 明白师傅 感恩师傅 傻的咧 像你这种就是感情问题啊 还要我讲啊 明白 感情就是要放下来 放不下就是还是执着 放不下就是还没想通 没想通就是执着呀 执着是什么呢 执着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 不停的抓住他不放 叫执 执着是什么 看住他 人家说着眼这件事情 就是琢磨就是一直盯住他呀 你一直盯住他你痛苦不啦 痛苦的 感情问题不管是谁 该想通的就得想通 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人这个是高级动物 所以人伤害别人之后 还会伤害自己 这就是高级动物 一般的灵体动物 他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动物 就是畜生到的那些动物 他是伤害了别人 他不知道自己痛苦的 那人因为他是一个高级动物 所以他伤害了别人 一定会反射到自己心里呀 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 那是最高境界啊 听不懂啊 明白 好啦 一定谨记啊 好好谨记吧 没有师父你们这些孩子怎么 怎么活啊我告诉你们 现在一个个水平都很高 文学水平很高 什么水平都很高 又是科学家了 碰到感情问题马上就死鸡了 你以为啊 师父是电脑工程师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 请师父能够加持正心正念 正心正念要靠平时的 不是加持来的 平时对一件事情的正确的观点 正确的念头 正确的信心 正心正念啊 什么叫正确啊 你比方说你现在看师父 你是正确的看 师父好 师父在教育我们孩子 不正确的看啊 师父在嫉妒我们啊 啊 师父在骂我们啊 啊 明白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没错 五